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观四百万 中国是六个 六品 六品当中千四十八品讲四十地的修法 六八品讲四十地的修法 那么千八品分到其中口 现在是分得起 好像第三个 第一个当中 一个有分 四种颠倒 从颠倒里面 前面已经上了两宗颠倒 我们乐的执着 还有一个常语的执着 已经破完了 那么从今天开始 讲了一个破精致的理性 就是说我们人们的分别源当中 有清净的这种颠倒执着 那么这个呢 就是通过 怎么说啊 通过那个 四天论寺的这个理性呢 就是破执着 那么这个问题呢 就是第三个 破了执着 就是破了执着颠倒呢 就是在科班上面成分的话 就直接分五个吧 就是直接分五个方面 那么第一呢 就是讲的有点不同吧 就是和享用美精而生之乐术 就是说那个 享用美精 就是他那个享受美精的时候 而产生的乐术 就是第一个破罪论 第二个呢 光所不应攀执身为精致力 就是生之为精 这个道理 第三个呢 就是破有相当厌实而之为精 就是破那个 相当厌实 以厌实和而产生的这种恶致法 就禁致破这个观点 第四个 破对因生弥坛之精而生之乐术 也可以这样嘛 就是破这个 对生弥坛 弥坛爱之精而生之乐术 也可以这样说吧 下面第五个呢 就是观在明眼也意识上 拥有四种佛电稿 这个可以这样 也可以多数多一点 但是语上面也可以吧 我看了哪个相当的那种 第一个吧 第一个有分啊 二个分题 就是享用美精而生的书吧 就这个破 享用美精而生的书 就是这个分 二分二分题 分二呢 就是其中啊 第一个是相处余妙无满足 就是这个可能连一年可以分两个 第一个是相处余妙无满足的时候 第二个呢 就是越相拥越生盼之余 就是越相拥越生盼心的 这个第一就是分了这两个 咱们第一则呢 就是享用余妙无满足 就这个可怕 就是 下面我们那个地贼的观点呢 也可以这么说 就是下面我们已经讲了这个身体呢 就是必然是这个痛苦的烦心 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身体虽然是痛苦 但是呢 我们这个 依靠一些这个很美丽的这种外景 就是很好的这个 就是享受一些外景的话呢 自己也是获得一种快乐 快乐的话呢 实际上是也是一种难足 也是一种暗乐 那么这样的这种相处美景的这个乐数呢 就是不能这个简单 就是如果不简单的话 是按照呢 就还必然这个存在 就是下面就是在这个上下的年纪位呢 就是也可以这样说 那个佛之生不切的话 都好像把这个呢 就是做成一个整个罪与品的年锁吧 就是这样解释的 但这样说也可以的 那么就是一般呢 就是我觉得就是 他这里面就是也有一个年纪位吧 因为跟这个前面的乐数和下面的不景呢 还是有个很大的关系 就是说 所以说 他在这里面就做一个这样的这个连结 然后呢 就是下面那个 宋家伦师就破他的观点 现在呢 就是他就开始破他的观点 就是不是刚才他说 是我们这个身体学乱的本性 但是我们相处快乐的这个美景以后呢 才能得到 开始给他回答 那就是回答什么 回答什么样的意思呢 就是说是那个 随经久素拥 今无穷今起 就是 他这里不是刚才说是 要相处美景以后就是 他要得到安乐和满足就是 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就是他这里 因为我们相处这个来景的话呢 就是永远也得不到一个满足 他说随经久素拥 虽然我们这个经过很长事件 就是很久的事件当中去 输用这个外面的这个外景 就是外面的这种外景 但是呢 这个外景呢就是 生活这个穷景的就是 你好像这个外景已经这个相处弯了 就是已经所有的外景都相处弯了 就是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 就是不可能的 就像这个医术不是很高明的 就是一些很不好的这个意思吧 很不好的这些意思呢 他治疗的这个病呢 就是他做了种种这个方法 也是不一定能治得了 同样的道理就是 你要像相处外景而得到满足的话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对自己的这个身体 如是贪执 如是这个生气制着的话呢 那这个徒劳无业就是 一点这个意义都是没有 就是没有一点过失 就是这是那个耶稣吧 就可以这么说 然我们光说的时候呢 就是也可以这么像很多人呢 就是现在世界上的很多人 就是很多人的人 也是这样的 他们这个决定这个学科的话呢 就是我只有老年的时候才这个学科 就修行呢 就是只有老年的时候才修行 他们很多人认为呢 我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呢 就应该这个争这个机会 好好的这个相处这个人生的美好 现在到了这个中年的时候呢 还是应该好好的这个积累参参 所以后呢 我把这个整个世界上的 该相处的已经这个相处了 相处完了以后的话呢 我对这些呢就是 贪欲也已经没有了 好像那个跟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人 认为也是这样的吧 我这个好好的现在那个过一个人生 然后把这个家庭的所有的事情 都是安排好 好好的这个积累财产 积累财产 以后呢有这个财产啊 家庭的事情什么都安排完了 那么所有的事情 就自己也是该这个 在这个人生当中是该相处的 已经该相处了 相处完了以后呢 再慢慢去这个出家啊 修行啊 就是很多人是这样这个人为的 但是这种人为呢 就是这种这个说 就是这种这个观点呢 就是极不合理的 就是非常合理的 为什么不合理呢 因为那个 如果我们这个相处外境的话呢 就是外境只有一点少许 比方我们这个 讲迹的时候也是 基本上是你们也是 按照欧的那种观点吧 就是我的那个推理方式呢 这个记下来的话 是好一点 尤其语句说明不太通声的时候呢 就是把他这个积累财 然后你们自己呢 把他这里来宿舍 你们这样的这个 自己不合理的 为什么不合理呢 因为那个 如果是真正那个外境的话呢 那只有一点少数的这个外境 然后少数的外境的话呢 我们这个 把他这个相处了 相处完了过后呢 就是就已经满足了 就是也是可以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都可以的 但是呢 其实这个 也并不是这样的 我们对外境呢 就是经过这么漫长的时间当中去相处 但是相处的话呢 这个外境呢 就是永远也是不会这个 就是拥紧的 这个外境呢 就是无穷紧的 比如说是 不管是我们这个 色神相名里面 哪一个物欲的话呢 你要真正是 就是得到这个相处 而得到满足 就是从这个相处当中 得到满足的话呢 就是这是永远也是没有的 就是永远也是没有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如果你觉得 我这个 现在把这个外境 就是全部已经享用完了 然后呢 就是再端出这个贪爱的话呢 那这是永远也是办不到的事情 非常一种 这个没有徒劳 没有智慧人的一种行为 就像是有些这个医师的话呢 就是说他自己呢 就是对这个医学方面的知识 是非常这个 就是微薄 然后呢 他看到这个病人的时候呢 就是 基本上是把这个病人的这个病源呢 就是没办法证断 没有办法证断的话呢 那么他就是 依靠种种方法 比如说这个服药啊 或者是这个疏疏啊 或者是这个疏疏啊 或者是依靠这个 其他的种种方法来 像这个治疗 但是治疗的话呢 就是他丁人这个病呢 就是疑点这个见效率是没有的 越来越这个严重的 那么这也是同样的道理 我们对这个最重要的这个 抓住这个他的重点就是 没有抓住他的重点的话呢 你这个对外境呢 就是如实如实地相受的话呢 实际上是 就是他的这个贪欲呢 越来越增长 因此对于自己的身体的 这样的这种贪欲的性呢 就是 永远也是 是没办法没净的 就没办法没净的 就始终是 你这么这个静静言 就是支持那个 就是堂老无隽的 就是堂老无国吧 也可以说是徒劳无益 就是我们经常说这样的 所以说呢 我觉得是就是 我这个先生是好好的相受 所以最后呢 就获得一种满足啊 那么这种想法的话呢 是完全是一种这个错误的 因此呢 就是应该断除这种这个邪则 就是 对这个身体的本身呢 就是 也可以说是一个药牌吧 就是比如说是 作为一个医生的话呢 那么这个 知道是他这个 到底是这个病在何处 就是他就通过 他的这个观察方法来 必须要这个证断清楚 同样的道理就是 我们呢 就是对这个身体的这种相复呢 就是并不是一个办法 就是相复而这个灭尽的话呢 就是不是一个办法 应该呢 就是要这个 端除这个他的要害 就是也可以说说 端除他的这种种子 就是这样的话呢 就是才能有这个机会 狐子的话呢 你永远也是不可能是 获得这个结果的 就是没有一个这个机会 他这里比喻呢 就是比如说 有些那个猴子吧 就是有些猴子呢 就是他那个身体上呢 就是配置那个豹皮 配置那个豹皮的话呢 就是对这个其他的猴子呢 就是经常生起那个 恐怖和厌寒自性 因为他那个身作豹皮的话呢 那豹皮的话呢 他什么时候把这个 他们的这个痛苦灭尽呢 他们的这种厌寒心 什么时候 然后断掉的话呢 这一点呢 就是人生一个猴子 都是没有这个办法断皮 因为他那个身上 是陪着那个豹皮的话 我觉得可能我认为是 他们那个猴子 其他的猴子呢 就是非常害怕 就是很痛苦 就是经常看到他是 好像那个猴子来了一样的话呢 猴子吃的猴子啊 就是好点 吃的不是那个 他这些其他的猴子呢 就是不定的 那个生起一种厌寒心 就是他的那个厌寒心呢 就是什么时候这个前段呢 就是也没有这个定的 那么同样的就是 刚才那个就是 对这个像素白净的这种人呢 就是他不断地 生起一种苦劳和厌寒心 就是也可以说说 他的这种这个快乐呢 就是始终也是得不到的 就是也可以这么说 然后这个约春呢 就是也有这样一个定义 就是他说是那个 水呢 就是不可能用水来灭掉 然后这个祸呢 就是不可能用祸来烧进的 同样的道理就是 我们的这个欲望呢 就是不能用欲望来这个断掉 就是也可以说 我们这个现在的欲望呢 就是不可能是相复眉间 而就是这个 怎么说啊 就是断掉这个欲望啊 就是他是这样的那种 这样的那种 天论 因此呢 就是也可以怎么说吧 就是他那个人大法 人大法呢 就是他有这样的不同的一种解释 他说说我们这个众生的话呢 就是从无始以来都是相处这个外境 但是呢 但是呢 就是相当还没有这个满足 就是害这个阵仗的 阵仗这种贪心 所以说呢 你这个相复外境呢 就是不一定是断头 他的这个 也可以说说相复外境呢 就是不能这个解决他的问题 就是啊 那个人大法的解释方法 好像是有点点普通 就是还是这样解释的话 是也是很好吧 就是我们这个 众生呢 确实是无始以来 都是在这个 摄生相远的余妙当中 还是那个去相复的 但是呢 我们这个相复还是越来越阵仗 就是还没有这个阵仗 因此说的话呢 我们就是应该要断除他的那个根源 不然的话呢 你这个很多人认为 我现在好好的想说 以后可能说就是 谈心诚心都没有了 到时候再去出家 再去修行啦 这种说法是完全是不对的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 现在呢 就是应该自己 零用这个机会 就是好好的那个 就是修持 不然的话呢 你这个什么时候才能有这个机会 就是很难说的意思 这是这样的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讲那个 不是刚才说是那个 谈这个越来越相复的话呢 就越来越深谈的比喻吧 就是就讲这个道理 那么 这个回答的话呢 就是首先这个语言的话呢 就可以这么说 比如说我们这个喝碎呢 就是喝碎呢 就是别人是他们想的 我们这个西数学是我们 喝一喝呢 就是喝碎 喝碎以后呢 就逗到满族了 然后就喝不喝了 就这样的话呢 尤其呢就是可以通过那个相处 就是演练到达 让他解决的 因此呢 就是这个满族呢 就可以对这个欲望来说的话 是这个外经子是没有的 就不会成贪心的 就他们尤其说说 这个外经子还是相复的话呢 就是可以的 你看我这个对碎的话呢 苏开承其贪心的时候呢 我就喝醉一喝的话 就不喝了 就是可以了 然后同样的道理 就是我这里好好地相处外境 好好的相处外境 这个比喻呢 就是在约承能师那个里面 那就是里面也是有的 可能是有些他当时那个繁衣 可能人家当时繁衣的时候 是好多都有点那个跟没有好好的消费 或者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也可以觉得吧 尤其相处外境一会的时候 可以得到满足吧 就是也有这么想法 但实际上这个问题呢 就是受不盈利的 实际上呢 就是这个圣篇呢 是给他回答的 就是说是 如有一徒种 爱徒种不及其 如是爱人 欲望真言 他在那种 那个就像是有些那个 有些依靠那个徒世吧 就依靠徒世 而生成的这些这个小众 这些徒种 这些徒种的话呢 他特别喜欢那个享用那个徒分 然后呢 就是 但是呢 他始终说 就是没有这个 解决他的这个贪心吧 一直是这个中不细 一直是没有这个信念他的贪心 同样的当年 我们这个 就是爱这个什么余苗的 就是爱这个外境的 这个余苗的这些人啊 爱这个 喜欢那个外境的 这个余苗的这些人的话呢 他的这个欲望也是越来越增长的 就是不会有满足的时候呢 就如果你是越来越相处 相处呢 就是根本不会得到你的这个问题 那这个光索和女索什么是一样的 现在该光索了 就是光索吧 光索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 修仙是一个比喻吧 比如说是在我们这个大地上面吧 大地上面 有些众生吧 有些众生 就像是一些球影之类的吧 那么他们呢 就是依靠那个 依靠徒世 就是依靠徒世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那么他们的这个爱好是怎么样呢 从小都是对那个兔粉呢 就是特别喜欢 就特别喜欢 因此呢 这个像秋云之类的 他们这些小充子 冲的话呢 就是把整个身体都是全部撞到那个兔粉 但是他还想吃 就是一直要想这个 还想就是这样的 始终是没有一个这个 还有一种说法的话呢 就是秋云呢 就是他有时候的时候 就是他自己也是很想吃兔粉 但是呢 又害怕那个大地 就是他就吃完了 就是有时非常非常的担心 就是他那个 他觉得啥 我这个天天吃的这么多 就是这样的话 都会不会大地都全都吃完了 就是 就有这种这个 说法 那斯蒂姆斯他的这个贪心呢 就是也解决不了 那样的道理就是 我们这个 在这个像素白镜啊 就是像素白镜的时候呢 一叉啦叉啦 那个 又不是叉啦叉啦吧 就是 是这样的 就是像素白镜的时候呢 就是在自己的这个像素白镜的时候呢 越像素的话呢 就是越来越中小呢 一个同等的这种这个稀气啊 就是一种重症 就在自己的像素上面 越像素的话呢 越这个有个同等的这种这个稀气啊 就是同等的这种重症 然后呢 他的力量呢 就是越来越增大 在这样的话呢 就是每一叉啦地就增长那个贪欲 就是增长这个欲望 而就增长欲望以外呢 就始终是没有办法这个 解决他的这种痛苦 约正论斯也是这么说的 就像素白镜的时候呢 就是加那个心 加上这个彩虎吧 加彩虎的话呢 就是那个火炎呢 越来越增长的 同样的方面 我们就是对这个外境呢 就越相符的话呢 就是越这个增长贪欲啊 就是越增长贪欲啊 就是越增长贪欲啊 那么这个呢 就是 而是严格这样的 但是这个这个机制的话呢 就是最好是用那个中的这个贪欲方面来这个解释 就可能好一点 那个坎伯阿琼呢 就是他把这个呢 就是对女人呢 就是越来越这个相符的话呢 就是对 对女人呢 就是越来越这个身体贪欲的话呢 就是他的这个贪欲 也是越来越增长的 始终是不能这个解解 他把这个宋子呢 就是分别对这个女人的这种贪欲来这个解释 但是我觉得的话呢 就是这个呢 就是最好是就不用这样的 因为他科班当中也说 他是中所的这种贪欲的这种欲来越增长而易的 因此说呢 就是其他的那个 越成人士的将也好 然后那个仁达拉的将也 迦世杰的将也 然后罗巴伯伯的将也 就是这几个将也当中呢 就是这几个将也当中呢 就都是那个说是中所的那个贪欲 就是并没有这个分开 这个女人来说 你们将军当中也是稍微把这些费欲呢 稍微这样去一下 也是很好啊 以后可能不一定有这么长 这么稀缩的一些机会 也就是 这样的话呢 就是刚才那个 什么就是 阿琼不是 阿琼看过呢 就是这样这样的 那天上师说是阿琼看过的是 原来他很有信心的 看了照片就是生气 这个 没有这个信心呢 就是很难看说的吧 那天有一个巨师吧 一个巨师也是到我这里来 就是他也是这么说的 说是吧 坚布 我就看到你的书的时候 我小孩生那个意思很好看的 我看到你的照片也算是是好的 但是我今天看到你 你一会儿又难一看哪儿 这么快就这样 就是 然后那个 坚布 我从这种解释的话呢 就这样了 下面这个比喻的话呢 就是有两种比喻 就是随名字啊 就是用三个 比如说这三个的话呢 就是随名字呢 就是越来越睡觉的话呢 就是随难觉的话呢 就是他的那种随名的这种贪念呢 就是越来越增长 就是 始终是满足不了 你今天睡二十 二十四个小时的话 明天可能要二十五个小时就这样睡了 有没有一天二十五个小时 这是一种推辞啊 罗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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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比喻的话呢 耶稣呢 就是他那个坑干的时候呢 就是看见那个 在这个 就是阳光罗地的时候 在这个大草原上面呢 就好像是有这个睡 阳眼睡 然后他呢 就是很喜欢 就是像得到这个睡呢 就是到处的这个寻求和这个寻求 寻求的时候呢 一点这个睡呢 也是得不到的 这不过是自己这个 就是徒劳无地而已 同样的道理就是 我们对这个外境的这种谈语呢 就是越来越需求 越来越这个需照的时候呢 越来越正常谈语 但始终上是解决不了自己的根本问题 就是因此说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是 必须要依靠一种对着方法来解决 怎么对着方法来解决的话呢 首先是对这个烦恼呢 就是有个勇敢的这个力量 比如说 我们那个《如菩萨心论》当中也是这样的吧 就是 就像是那个 这个老虎呢 就是在狐狐狸里面前是非常勇献的 因此我们呢 就是千万不被这个烦恼 这个说转 也这么讲的 以前那个 江里瓦格西吧 江里瓦格西也是这么说的 但是有些人呢 就是认为是这个烦恼呢 就是你作战的时候 能作战的时候作战 不能作战的时候呢 就可以逃避 就是用这种说法 但是他呢 就是完全的就是不参与了 应该对这个烦恼呢 就是必须要作战 就是不能逃避 就是一定要对他作战 因此我们用这个 这种方法呢 就是对着烦恼 这是很重的 就是这个意思 相当讲那个 光说应自身为不净之力吧 自身为净之力 就是破那个 不应自身为净之力 这个呢 就分了一个问题 就是第一个 破贪恶女人之身 就是第一个 是破贪恶女人身体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破贪恶不净之身吧 就是有分这两个 破贪恶不净之身分二个 那么第一个 贪恶女人之身呢 分六个方面 就是不应贪恶女人之美色 不应亦美色难得而生贪 这个都可以调 然后破贪恶具有德相之女人 第三个问题是破贪恶具有德相之女人 第四个呢 就是不应对就是生爱自己的女人生贪心 意思是 好像有些女人呢 对我特别这个 喜欢就是对她生贪心的话 这种也不应力 就是她这里生贪 生爱或者是很 对自己就是特别喜欢的 对女人呢 也断除贪心 意思是 不应对她生贪心 还有呢 就是《诗规教言》中 所依止女人也是颠倒的 就讲这个道理 虽然有些《诗规教言》当中呢 说是要依靠女人 但这种说法呢 是颠倒的 就是我们把这个意思是这样的 下面呢 就是不应贪恶女人之其他的理由 其他的理由 就是就讲这个五个合面的文字 五个吧 六个了 第一个呢 就是有分二 就是不应贪恶女人之美色之理由 就是美色之理吧 之理的文字 然后美色不一定贪恶之因 就是分成两个 第一个呢 就是不应贪恶女人 美色之理 那么这里面呢 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诗规教言》也好 《爆满论》也好 很多人当中也是讲那个女人的过失比较多 那么这里呢 作为这个女众修行人的话呢 就是对这个 在自己想的时候吧 就是自己想的时候呢 把这里面的这个女人呢 就是全部以这个男人 就是这样来观想 就这样来观想的话 实际上呢 就像是《爆满论》当中所讲的那样 就是男人和女人的这种身体的分相上面呢 就是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当时呢 因为那个世尊和很多高僧大德呢 就是为这个女人呢 就是一方面是女人的这个烦恼比较深重 另一方面的话呢 也有当时的这个修行作者呢 就是作为是一些这个男众这个 就是当时可能是这个圣天菩萨是这个女众的话呢 就是她可能是做那个 就是男众就是身体如是如是不清净 可能会是这么做 以后你们造这个颂词的时候 干脆就是造一个就是以前那个很少的就是男众的 你们就不要这个像美国人那样就是公开这个反对 就这样不好 但是造男众的时候呢 就是男人身体这么这么不好 就这样也可以吧 我想还是做很好的 这个就是没有什么意见吧 就是造这个论定的时候 这样的话 这很多女人都是给你们评价很高 哎 确实是说得很对啊 现在我们真是男女平等的这个政策就是已经实现了 开玩笑 是这样的 那天那个女华书记都给我说是 是看到你们很多经典和论典当中的话 是释迦牟尼佛是着重偏向女士 哪里做啊 就是他给我这样说 嗯 这样的 现在这个一切 就是现在我们这里首先要提这个问题了 提问题的话呢 也可以这么想的 就是很多人呢 认为是一般的 对一般的女人都是可能不会身体很大的太阳之心 就可以让自制太阳 但是这个女人当中呢 有些非常相貌非常断眼的 那么这个人呢就是长得非常好的有些女人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约成龙神她那个里面也只有 她们这种这个女人的话呢 就像是那个心的所有接触祸一样 就是心的所有接触祸的时候 马上就融化了 那么这个看见了这种女人的时候呢 就是心里就马上那个 就是也生起一种贪爱之心吧 就是心就是不自在 就是一种贪爱之心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很多这个人呢 也许是有这么这样的 对一般的 很难堪的 有些老年人的话呢 就是你这个不会对她生起贪心 但是有时年轻 有时那个张王爷非常这个断眼的话呢 那就好像这个生贪心 就是她对方呢 就这么说了 那么下面这个圣天论师呢 就给她回答 一切诸妇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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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样子 下面给她简单的女儿说的时候 像刚才她们说对好的女人经常生贪心 下面多总说好的女人和坏的女人 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差别 因为一介妇女的话 因为很多男人对她生贪心 主要是处迷不经心 处迷相处 处迷相处方面没有任何差别 再说她的颜色 外面的颜色觉得很漂亮 但是这一点实际上是 你不一定是一个男人就非要对她谈及 实际上是很多 只要是有严格的众生 都能看得到的 都可以像中的 她的美丽为她用 她的色意 她外面的这种色色 再好看的话 只是很多众生都是可以相拥的 你觉得是她的颜色很好看 所以我喜欢她的话 这一点不一定是你非要喜欢她 所有的众生都是她可以能相处的 所以色的话很多其他的众生 连诸佛遗相的这些众生 都可以相拥的 所以对美女来说 你不是属于的女人当中 不是对属于的女人生贪心的 只有对一些很好的女人生贪心 但在这样观察的时候 你对美女为什么贪心的 就是这个一场 我们光说的时候 比如说有些人好像对这个 现在我光说和女说 都已经分不清楚了 你可以吧 我只有延期吧 光说的时候可以这么做 刚才说所有的女人都是对不会生贪心 女众对男众也肯定是这样的吧 就是这样 所以大家修法方面 修法方面 一方面你们女众也一方面是注意 对这些生责 让中国菩萨千万不能生谢奸 还是对我们女众不好 有些智慧比较浅薄的人 确实是也有这种看法 一直是对论典觉得不殊胜 听说现在法国也有这种现象 就是经常有些高僧大德的话 有关说女人的故事 都是在课童上也是不敢唱 不敢讲 那这个我觉得是 他们这个高僧大德的智慧 也是有限不上的话 是对这些女人 还是好好解释的话呢 他们都也不会这么语文吧 就是我想她这女人很聪明的 就这样的话呢 就是今天因为我们这个中观四百能 背诵的时候是特别特别多 没有想到今天那个生天来 是说你们这个女人不好 就是想在那个下面就是这么讲吧 如果想想细细观察的时候呢 就是一切女人的这种 对她们这种美女的这种贪爱吧 美女的贪爱的话呢 实际上是我们这个 愚人的一种分别念 这个所得到的 怎么会是愚人的分别念 所得到的话呢 我们首先就是可以观察 这个所有的这个 不管是好的女人也好 坏的女人也好 就是她的这个身体呢 就是可以这个观察 从她的这个外面的皮肤 一直到这个肌肉 一直里面的这个雷僧吧 里面的这个雷脏 一直这样呢就是观察 在这样的观察的话呢 就是全部是这个不经分 全部是那个不清净的这个血肉制成的 那么没有一份那个就是比较干净 就是比较值得这个贪欲的 就像是一个不经分的这个 这个口袋一样的就是 一点这个就是干净的地方 也是找不到的 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呢 就是这一点呢就是 所有的这个女人呢就是没有任何差别 就是他们整个这个身体的原料制成吧 就是他那个组成部分的话呢 就是都是这样的 既然都是这样的话呢 那么就是 对这方面呢 从这个身体的这个 是怎么说啊 就是他的这个身体的整个 这个组成部分来说的话 是也没有什么可贪爱的 那么有些人认为就是 就是我这个身体 都是不是很贪爱的 但是呢 我对他这个 依靠他呢就是做这个不经心 然后一不经心当中呢 就是获得了一种快乐 就是所以对他身贪心的话呢 那么这一点呢 就是不管是好的女人和不好的女人呢 都是这个同样的得到 就是你这个好的女人呢 就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特点 就是让他从不经心当中的这种 这个安乐 或者是不经心的这种这个决数的话呢 就是不管是好的和坏的呢 就是都可以这个得到的 都可以这个带到的 然后你说我不是那个 光是这个依靠那个不经心 就是刚才不是说是光这个不经心的话呢 就是没有任何差别的就是啊 不管是好坏 就是这个年轻老年 就是也没有什么差别的 这样就这样的话 如果对方说说 我对这方面的事也不是 但是我看那个 他的这个颜色非常好看 就是颜色非常好 如果这个颜色方面的话呢 那么你不一定 你不是这个希求的他的颜色 希求他的颜色的话呢 也不必要这个对他借罪 就是你光是这个外面的 他的这个外皮看看的话呢 这一定是实际上 很多这样有严格的众生呢 都可以共同向有的 比如说这一些这个老狗医生的 他只要有严格的话 他都能看得到这个外面的这个皮色 就是外面的这种肉色 这也是看得到 所以这一点呢 就是也没有什么可贪子了 就是可贪子了 因此说呢 就是不应该这个贪嘱 因为很多人呢 就是认为是好像那个 对美女的话呢 就是对她借助呢 就是有非常好的一种感受 实际上呢 这一点是没有任何差别的意思 怎么没有差别呢 就是他这里就是 就是讲了一个比喻 就是比如说以前呢 就是有一个一家人吧 就是她的那个就是这个什么 就是女人呢 就是非常的这个出路 就是很难看 然后她的这个丈夫说呢 就是你是非常这个难看 就是就是我是不喜欢你 就是你是非常难看 然后那的女人呢 说是就是 不管是我这个难看也好看也好 但是那个你是主要是这个想那个不经心 就是对不经心方面的话呢 就是好的这个女人和不好的女人呢 就是一点差别都是没有就是 但是那个丈夫呢 就是一点也是就是想不通 就是她一直是不承认的 然后有一天的话呢 就是她把那个用不同的什么这个金子啊 银子啊 就是各种不同这个资料制成的一些盘子里面呢 就是装了很多那个可能是毒材 就是毒药材吧 就是实际上什么碗烛的那个菜 就是她就里面装的那个菜呢 是全部是一样的 但是只不过是外面的那个就是装的那个盘子呢 就是都是不同的 然后她给这个给给那个她的丈夫吃 给给丈夫吃的时候 她说是 为什么就是这么这个 她的外面就是这样不同的 里面都是一样的呢 然后那个女人呢 就是说说我们这个女人也是 外面的这个颜色就是有好的不好的 就是实际上呢 就是这个 就依靠丈夫的就是满这个满足她呢 就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后来呢 就是通过这种比喻呢 就是丈夫都已经完全那个解开了她的这个疑惑 就是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还有一个那个 她这里说是那个比喻 在大书里面说吧 就是大书里面有这样一个比喻 就是说是以前呢 就是有一个人呢 就是她对自己的妻子呢 就是很难看就是 然后呢 就是对她生起很大的这个严寒心 有一天呢 就是她在外面就是看见非常好看的一个女人 然后呢 就是对她生起呢 很大很大的这个贪欲之情 然后 这样的时候呢 她说说啊 这个这个女人呢 就是非常非常好看 我这个借助她的话 说我肯定这个得很大的快乐啊 就是她一直是特别想得到这个女人 那后来就是她的一个朋友呢 就是说是这个女人呢 我可以这个想办法给你得到 但是呢 你要这个与她那个不惊心的时候呢 就是你千万不能说话 不知道的话呢 她是好像那个很怎么说啊 就是很那个高就是高中性的这种人 一般都是不愿意给别人这个说话 就是她 所以你跟她那个接触的时候呢 就是千万不要说话 就是 然后这个人呢 就是非常高兴 她一直这个等着 就是有一天晚上呢 就是给她约时间 约时间的时候呢 就是她说说 我你那天这个特别喜欢的这个女人呢 我今天就是给你约好了 但是你千万不要对她说话 然后呢 就是她把原来她自己的妻子呢 就是悄悄地带过来 就是然后就是交给她了 就是 那那个男生也可能很愚笨的 就是 然后与她那个 就接触以后呢 就是接触以后呢 就是她跟那个朋友说说 就是昨天那个女人真是这个 世界上都是没有这么好的女人啊 就是这么这么 就是贪了很多 但实际上呢 就是原来她自己很不高兴的那个妻子 但是所以说呢 就是她对这个方面呢 就是也没有任何差别 就是因此说呢 她这里也是意思就是说 这个如果你仅仅是贪欲 这个不仅仅方面的话呢 就是那么这个好的女人 和不好的女人呢 也没有任何差别 因此呢 你对这样的这种 因为我们很多人的这种贪欲呢 就是对这个梅色呢 就是有很大的贪欲 但这个梅色呢 就是对这些呢 没有任何关系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不一定的这个 不一定的这个 肝癌之瘀 像这个一样的 嗯 这个一个人可以 这个 这个虽然这个 女人的脸色 不一定是想起欢喜性 这一点是对的 但是呢 就是依靠这个 这个 女人的这种脸色呢 就在自己的心里面 就是生起很大的这种欢喜性 就生起很大的欢喜性 也可以说 是生起一种快乐 就是依靠这个 女人的蜜色相拥她的话 就可以生起一种很大的关系性 因此我就一直看着她 不愿意放弃 不愿意射弃 有这样的一个疑问 世间上的很多人也是这么想的吧 认为是依靠女人的这种美妙 或者是她的这种端言 对自己也带来很大的快乐 她主要是从生起关系性方面 就这么讲的 那下面呢 就是圣天伦斯说 这种观点也是个错误的 怎么样是错误的呢 随与随所与 随与随与 必有必生息 全当耶稣共 而会如何谈 她证明那个说 随与随与 就知道是 不管是任何一个男人 或者是女人 对任何其他的一个人 就是生起一种愚异的感觉 就是对好像在自己心里面 就是具体是这个女人非常好看 或者这个男人非常好看 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分别念 这种分别念呢 她这里必有必生息 就是因为这个人呢 就是从中呢 就是生起欢喜性 但是如果这个不好动的话呢 就是以为必生乐 必有必生息也可以吧 必有必生息也可以 那么这个人呢 就是依靠他呢 就是他自己认为 就是他好像这个 这个以为的话是好一点 就是咱们当中也有这样 就比较好动一点 那我们就把它盖一下吧 对吧 就是第二个句子盖一下 他那个随与随与意 就不用干了 然后第二个 第二句呢 以为必生乐 就是必生乐 就是然后他那个 依靠这个悦意的这个 这个背景吧 然后他自己认为呢 就是从中必生乐 就是从中呢 就是从他的当中呢 就是生起一种快乐 或者生起一种欢喜性 也可以说就是以为必生乐 我们就这样干一下 他意思就是说是 任何一个这个人吧 就是比如说男人也好 女人也好 他看见那个最近的 这个悦意干的时候呢 就是从中 获得了一种这个 就是自己认为 就是自己以为呢 就是从中 已经到达了这个感觉 就是快乐的感觉 但是这一点呢 就是不一定是对的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那个全等夜所红 就是实际上是这种 这个原意的话呢 就是不一定要 就是外面就是非常好看 而生起这样的快乐 自己这样的这个欢喜性 乐的话呢 就干脆戏吧 就是戏可以 就是以为必生 戏 就以为必生戏 就这样可以 他自己认为呢 就是他是那个很好的 然后呢 就是对他那个 胜起欢喜性 但是这种欢喜性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不淫理的 为什么这样呢 实际上这个 你的这种对境呢 就是不一定非常好看 而在这个胜起欢喜性的 你的这个胜起欢喜性的 根本的因子什么呢 主要是指的是贪性 就是贪性 用了这个贪性的话呢 实际上是他就可以 这个生起这种贪爱之心 因此呢 就像是那个 在世界上是非常低廉的 这些这个猪啊 鸽啊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 柴狼等等 那么这个 来自这个小虫衣衣裳的 这些众生的话呢 他都喜欢他自己的这个 就是对象 就是他自己的这种对境 就这样的话呢 他的这种对境呢 就是不一定是非常好看的 因此你这样的这个 没有智慧的一本的众生呢 你为什么是贪着自己 这个所爱的这个女人 或者男人 你们那个记得词 那就是全部有女人 但是我在这里有时候呢 就是可能这个 这个男人 就是这样的话呢 就是大家 这个对一种有些 那个修行者来说的话 是可能就是一个好理解吧 就是这里呢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实际上呢 就是对这个 任何一个男人 或者是女人呢 他认为是他的这个对境呢 就是非常好看 然后呢 就是对他生起一种 欢喜性啊 就是欢喜性 但实际上呢 就真正去观察的话呢 就是并不是他的对境 是真正有一个 思想的好的美色 然后呢 就是对他这个 生起很贪心的 并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很多这个 定义的这些众生的话呢 看起来他的这个对境的话呢 就是他没有这个观察能力 就是有些一方面说是 可以说是没有这个观察能力吧 就是比如说对诸葛啊 或者是牦牛啊 山羊啊 这些的话呢 有没有他对他的这个对境呢 就是非常好看啊 然后呢 就是对他这个 生起一种欢喜性 这也是没有的 就是一方面观察能力也没有 另一方面呢 就是不一定要 就是他的这个对境 是非常好看 才这个生起叹心的 因为对境呢 就是很不好看的话呢 也可以这个生起叹心 这个家族的这里面说是什么呢 那个逼迷地的男子呢 就喜欢逼迷地的女子 这样讲的 这个到底是不是也不知道 这个家族 可能那个家族 那个宋文里面有吧 就赞不赞不赞的会不会有这样的 但是我也没有赞 就是反正人际那个翻译的时候是这样的呢 这样的话的话 我们这个学院里面 以前什么那个阿罗都是不应该喜欢那个攀影 但是呢 他们那个是逼迷地的 我们看到那个过来的这些人的话 是真是那个逼迷地的 是很高的 这么说 可能也是有这样的吧 就是中国人喜欢一般来说 那我们那个讲论点的时候呢 我在这里那个讲特别是这一拼吧 就是这一拼的时候呢 就是可能讲的时候是可能需要粘皮厚一点 这样的话呢 我就昨天讲几个公案都是本来是非常精彩的 但是我讲的时候是有点执着 就是有点不好意思一样 后来好像我回去一想的话呢 就是好像这几个公案都是就是没有这个深深地讲到 如果深深地讲到的话呢 就真正对自己的这种谈议啊 就有些时候 他这里面有很深的一些窍诀 这样的话呢 就是可能就是好一点 但是呢 一般那个讲戒律和讲思学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好像有很多 就是那一方面的关心的话 讲这也有点不好讲 然后评者也是有点不好意思 就是尤其是我们这里面就是有女种 就是女种的时候呢 很多事情也是我们这个作为一个男种出家人来讲的话 一方面不是非常这个好 但是有不讲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个书里面也是有些雷种 就是可能就是没办法吐出来 尤其是讲的时候呢 就是好像是自己的一种这个经 就是怎么说啊 就是自己的一种这个 就是感觉就是这样的讲的话 可能就是大家有一点这个意义 就是这样的话呢 就是这样的话呢 他这里面的这个比喻呢 就是不知道 接着目前是他说是什么 是可能也是一般都是这样的吧 就是但是这个也是实际上是 比如说是他的这个鼻梁高低啊 或者是这个他的脸色啊 他的这个整个那个 这个这些的话呢 实际上真正这个有些人呢 就不一定要在这个外境上是有这样 就是让他通过这个一段时间的这个生活 生活穿起之后呢 就是对他也是生一种这个贪心 就是对他生贪心 就这样的话呢 如果这个对境上面 真正是那个鼻梁高的是好的 或者是鼻梁低的是不好的 有这样的一个定量的话呢 那我们这个有些众生的法师 对有些众生根本不会生起贪心 但也并不是这样的 因为他的这个贪心呢 就是一方面是随着思见转 一方面是随着环境转 一方面是随着他的这个 这个稀奇转就是 就这样的话 他这里呢 就是有这个差别吧 就是有这个差别 前面是昨天上师所讲的那个 那个贾智仁波切 贾智仁波切 他当时那个大妈呢 就是叫他那个大美国去 就是还有德国仁波切和尚嘛 他们几个是 就是以后为了那个藏才佛教 就跟全世界各地弘扬 就有些高僧大德 专门就是排几个人 当时排几个人的时候 他说是他跟那些 郑州伯王面前都是已经说过 就是这个美国人呢 就是是魔鬼的世界 就是这全部是魔女 就是我都是不去哪里 就是当时他跟戒律 也比较清晰的时候吧 后来他到那个美国以后的话呢 就是昨天上师讲的 那个跟那个上级坑柱 就是一起撑了架 就后来呢 就是他说说 我原来这个说的错了 就是我初心看的时候 他们这些红图 这个蓝眼睛就是很难看难看 但是在那边过了几年以后的话 就绝对说很好看了 他们也是这么讲的 就是我们不是那个 昨天上师讲的吧 那个穷泽坑柱 以前是坑柱 就是他现在是不是不知道 他去了美国以后的话呢 成都的时候 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说哎 美国人就是非常好看啊 就是但是他这个也没有直接说是美国的女人好看 但是呢 他心里面好像是以为是这个美国的男人女人都是很好看的 我认为的话呢 好像是他们这个习气吧 就是自己的习气在某一个环境当中是对这个这个习气成熟的时候呢 就是逐渐对这个外境呢 就是产生一种这个疑论 就是产生一种这个贪议 就是这一点呢 就是可能没有这个很大的差别了 没有很大的差别了 在这里呢 就是说一说是 如果是真正是这个外境上面 就是真正是这个有些是好的 就是对这个好人呢 就是生气贪心心 对坏人呢 就是不会生气贪心心的话呢 那么这个 对这个诸葛的这个 互相那个对境呢 就是也不应该是个生气贪心的 但是呢 他们也并不是这样的 就是并没有这个豪华的这种判断 但是经常也是他们就是生气贪而自信 所以说呢 就是这一点是 就是并不是这个外面的这种 这个这个描述而这个气作用的 然后约成伦师也是在这里说是 那个这个外面的这个描述呢 就是不是贪心的硬 而是这个贪心的硬呢 就是无名 就是那个约成伦师也是这么讲的 就是所以我在这里呢 就是约成伦师的一些这些教证吧 希望大家还是好好地记准 因为约成伦师呢 我自己认识约成伦师的那个每一个句子呢 就是好像有好懂 有这个上面对于这个圣经论师的这个观点呢 就是一股贵纳性的 就是贵纳性的 就这样呢 就是大家也应该在从中就是对这个 别一的这个烦记吧 别一的外境呢 生气贪心的话呢 实际上说并不是这个 这个外境很好看而生气的 但是我们的这个稀奇没有间断之前的话呢 好像这个贪心也是没办法压制 就是这个他这里有个比喻呢 就是以前那个有个落差 就是有两个落差吧 就是有两个落差呢 就是他自己呢 就是有落差女 就是他的这个棋子 然后呢就是有一次呢 就是两个落差都在一个地方 就开始这个辩论 就是辩论的那种什么呢 就是一个落差说 我的棋子非常好看 就是因为一个落差说 我的棋子非常好看 就是他们一直是争论不息 就是争了半天的时间 半天有没有不知道 可能有吧 然后可能呢 就实在是没办法这个 这个就解决 就是到一个比丘那里去 就是比丘那里去 就是不知道比丘认不认识 他们的落差 有可能认识吧 就是说是我们两个 今天争了半天的 现在是没有得过一个 很好的结论 没有结论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比丘你老人家 你认为是这个 是我的棋子好 还是他的棋子好 后来那个比丘呢 就是想一想 就是后来他说是 对你来说的话 是你自己的棋子是非常好 对他来说的话 是他的棋子是非常好 所以最后呢 就是比丘把他们 就是这样判断了 判断的话 意思就是说是 每一个众生吧 就是他自己认为 就是自己这个 予以的外境的话呢 就是别人也是 对一点是这样的 藏地呢 就是一般那个 就是古代吧 就是古代有些这个 人呢 就是也有这样的一种 那个情歌吧 这个情歌里面是怎么说的呢 说是那个山最高的话 也是这个 一般就是没有不肥尿的地方 那么那个朋友 再好看的话 也是不愿意 这个就是 以他那个交朋友 就是好像有这样的人 就是意思就是说是 他那个一般来说 那个山很高的时候 是有很多这个鸟 也是在这个飞翔上面 但是有些山的话 山再高也是 就是山都就是 尿都不肥 然后人这个 一般来说 人非常好的话呢 就是很多人喜欢他 但是有些人呢 就是人再好 也是就是好像 看见他的时候 很严肯 就是不愿意 对他生起叹心 就是也有这样的人 就是你看我们这个 中国人呢 就是一个 比如说是 藏着这个 一个很好的 这个姑娘的话 那就是任何一个 这个民族呢 就一看他 对他呢 也应该生起叹心 但是呢 并不是这样吧 这个藏着 那个 像这样 乱七八糟的东西 很多那个 就是他一看 一些韩族人一看的话 那爱 讨厌的很 就是非常难看 就是有这种感觉 说明呢 就是在他的围景上面 是根本不会有这个 好的这个美色呢 就是做这个叹心的应 如果真正应的话 是应居住的时候 为什么不居住过呢 就是这个因果 不会是一个教徒的 所以说 在这个地方呢 大家应该这个注意 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这样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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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